325這個決定香港人未來的大日子 同時亦都是決定香港籃球隊命運的大日子 此次衝擊外圍賽組三甲繼而取得世界系列賽種子資格的香港隊 銀盾賽對著日本在大部分時間小大一人之下 假時輸5比10宣布8強出局 即是說港隊亦都無緣世界循迴賽 關鍵之一是開賽不夠30秒 隊中主力的肌膚因為危險攔截為由被裁判紅牌逐離場 而頂替隊長華露雲受傷離場的華將姚錦成 因為裁判的判決而出局覺得非常可惜 都不是說是HIGH TACKLE那一刻 可能是自己落地是自己的問題 不是,我覺得真的過分了我 我都盡我能力去打好我的位置 還有補回一個人的位置 我們要打多一個人出來 我覺得由我出場到原場 我每一個隊友都能打多一個人出來 我覺得HIGH TACKLE是很驕傲的 香港隊很能做到 對於父母突然入場支持自己 姚錦成亦都當堂留下藍二淚 很驚喜我師父帶了我 和我女朋友帶了我媽媽和我爸爸 沒有人看我BASEMON 我好興奮 我沒想到我媽媽會 應該是在我BASEMON 姚錦成出色的表現 被選為今屆賽事港隊MVP 亦都寄望港隊能夠快點收拾心情 打好未來的日本巡迴賽賽事 是我的闊坪電視記者物仲抽不到 好